我家的傻狗竟然自己坐电梯走了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样的 我像往常一样 遛狗回到家 平时这傻狗都是第一个冲出电梯 但是今天他竟然原地不动 电梯就这样无情地关上了门 我猛然一回头才发现狗不见了 慌乱之中我也手足无措 就只想着按电梯按电梯 我就一直按 还好这个电梯到五楼停了 然后又被我按上来了 电梯里边还有一个老大娘 我怕给人吓着还跟她道了句歉 然后呢我就越想越别气 越想越别气 我想着让她也感同身受一下子 就带她又一次坐上了电梯 假装出去一趟 然后又回来了 完了让她出去 我不下电梯 诶 我在直接按电梯的门关上 让她也体会一下什么叫手足无措 体会一下着急担心的感觉 请听无助的哼唧声 你这也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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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回来 你快回来 我一人成长少不来 你快回来 生命因你爱 你这也不错 着急担心不 啊 着急担心不 着急担心不 啊 嗯